狼队春季赛拿到亚军 当时林教练还忍不住发文直言 我们是亚军 可能很多玩家会有疑问 为什么亚军也要发朋友圈 实际上原因很简单 狼队只要拿到亚军级以上的成绩 管理层就会跟林教练续约 那么他就能继续带员班人马打比赛 所以夏季赛的首发阵容没有变 不过揭幕战结束后 很多玩家就直言 赶紧换掉赛训组 还有辅助一定要换了 他带节奏能力真不太行 腰刀的水平也有所下降 从这些吐槽就能看出 玩家对狼队的表现很不满 E star 3比1赢下狼队 有位玩家给出瑞评 中野斧都不具备开节奏的属性 金宇只会溜边刷钱打收割 BPE出来就知道没了教练 对选手了解不够 他觉得上赛季狼队能跟E star碰一碰 主要就是靠防守 其实从这位玩家的总结就能 看出他对狼队的安排很不满 按照他的说法全队除了fly 每位选手都有各自的问题 如果狼队真如这位玩家所言 那么夏季赛他们的成绩 必定不会太好 黎洛教练跟林教练迟早都要卸任 虽然这位玩家给出的瑞评 不一定都非常的准确 但是从这场比赛的结果来看 狼队夏季赛的补强并不够 甚至一些地方做的还不如上个赛季 比如教练组 既然狼队春季赛被E star 0封拿到亚军 那么夏季赛他们不改变 大概率也是赢不了E star 毕竟双方的阵容跟教练都没有任何变化 除非狼队这么早就开始葬东西 或者是势敌已弱 前两轮只要保证自己不到A组就行 输比赛并没有任何问题 但要是这么说 其实更像是为输比赛找的借口 总之 狼队要是解决不了现有的问题 只能通过换人来试试效果 要不然大概率也拿不到太好的成绩 如果这赛季还是只拿到亚军 下个赛季阵容必定要有一些变化 管理层不可能继续让林教练胡来 到时候最后可能被换掉的就是中单跟辅助 甚至连腰刀都有可能被换